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大家好 二零九成都车展 我身旁是火速来到中国的宝马中期改款的X1 为什么说是火速呢 因为我在六月底刚刚才目的黑 看到它的全球首发 现在才没多少天 它的国产版本已经亮相了 并且它会很快很快的和旁边的国产的X2一起上市 所以这个车已经令我们很近了 中期改款的X1前脸其实改的比较多 一句话形容就是越来越像X3和X5了 前面的双身的经理隔山尺寸又增大了 并且加上磨砂的镀铬的处理 这边全LG的大灯 然后把之前的圆筒的雾灯取消了 换上一个这样的套件 但是国产的X1没有M运动的套件 之前的国外是有的 然后这个套件我目测有一点像X9的套件 相当于是一个越野或者是豪华版的套件 所以前脸还是变得很精神 让我在X3车处显得有一些不是很爽快 因为跟我的车长得太像了 我们去看旁边 中期改款的X1侧面变化其实并不大 但是轮圈变了一个造型 19英特尔轮圈这是台高配车型 无二十进入的是前面有后面没有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 后面的改变还是挺大的 尾灯的造型是跟之前的中期改款 之前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特别是内置的结构 然后这边是XDrive的25LI 也就是200T的四驱车型 下面两个大尺寸的排气得以保留 这个是刚才和X2一样的 我还是觉得现在能有真排气的厂商 值得表扬 打开电动尾门 这个尾门就挺实用的了 因为它的开口比较低 X2的开口稍微要高一点 所以明显能看出 X1是一个走家庭实用路线车 OK说到家庭实用 我们看看内饰有什么变化 来到中期改款 X1的内饰 中期改款它内饰不会有大格局上的变化 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变化 我是很喜欢的 这大变化之前所为人诟病的那个很丑的挡杆 现在已经换成了电子挡杆 并且全系都是电子挡杆 这个电子挡杆操作起来和宝马其他的车型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质感不错的 然后这边换了一个10.25英吨的中控大屏 里面会内置百度的Car Life和无线的苹果CarPlay的功能 所以功能还是非常齐全的 此外这一台车它有一个M运动的方向盘 并且带波片 要知道其实宝马之前在M运动版的车型上才会使这个方向盘 但是这个车并不是M的版本 不过方向盘用了M运动的这个有口皆碑的方向盘 手感是非常的好 这一点我是很喜欢 然后座椅也是一个运动座椅 它两侧的侧翼甚至是电动的夹景的 OK 这就是国产的中期改款X1前排的变化 然后我们去看看X1的抢向后排 欢迎来到家常版X1的后排 这个后排其实有口皆碑的非常的大 首先座椅的功能很多 它是能前后的滑动 以及座椅以备角度的调节 我现在调到了最后以及最躺的位置之后 我坐进来腿部空间两拳还有多 这个空间是秒哨的X3 比方X3要大好多好多 并且在家常之后 这个级别X1的后排空间是无敌级别的 目前对手还没有跟进 剩下的部分和中期改款之前的版本 后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动力方面仍然是1.5T和2.0T的放转机 其中1.5T和2.0T前去用的是7速的双离合变化 而2.0T四驱仍然是8H的变化 还是那句话 新的X1和国产的X2很快将在中国上市 及时将写合变化 有所谓的变化 感谢观看